护士模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牛士 这时我们尝试一下玩护士模式 在玩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护士模式到底有什么技能啊 护士的左下角有两个技能 第二个是监测有没有船员伤亡 它是没有CD的 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 如果显示的是绿色文字 说明现在的船员一切正常 没有减少的船员 如果显示是橘色 说明了有船员减少 而且下面红色的名字就是被干掉的船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到被干掉的船员 使用第一个技能了 它就是原地复活技能 不需要像医生一样拉到医疗室再治疗 复活技能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它有CD的 一旦护士发现了鸡腿 在有CD的状态下不能马上复活啊 第二个就是鸡腿会有腐败时间限制的 这个时间可以自己设置 比如30秒或者1分钟 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 护士再使用复活技能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相比医生模式的长鸡腿的玩法 护士模式比较偏向于阻碍护士救治的时效 好的我们来试试实战状态下 护士模式到底好不好玩呢 这次我们把原地复活的时间调到了60秒 鸡腿腐败的时间也调到了60秒 开局护士自保身份 拍灯获得语音交流的时候告诉大家 然后就可以像医生模式一样都完了 不拍灯不报告 内鬼不能到护士 还是船员和护士 做完所有的任务就可以胜利 内鬼干掉所有的船员也能获得胜利 前期的话我们安心做任务 找任务的过程中呢 一直监视船员的状态 一旦发现有人被干掉 立马去找鸡腿啊 内鬼关闭了大门 我们去看看是不是只有餐厅关闭了 意料是没有关闭啊 餐厅可能有内鬼 小鸡或者是小黄 小黄跑出去了 我们持续监控船员的状态 每过一段时间就看一下心电图 哎 做任务之前呢 检查一下 橘色了 下面红色是船员的名字 这应该是小鸡被内鬼干掉了 我们快去找一找小鸡啊 如果一分钟内部把小鸡给复活 他就永远复活不了了 电器是没有 安保是也没有 反应堆只有小粉 反应堆到后面没有检测到鸡腿 还以为是小粉在藏鸡腿呢 这就有点尴尬了 转了大半圈都没发现小鸡 估计是在导航室了 小孩在下面干什么呢 怎么不做任务 在餐厅跑圈呢 我们下去看看什么情况呀 哦 原来小鸡被干掉在这里啊 看样子小黄的嫌疑最大 小黄有可能是内鬼啊 救活了小鸡 还在这傻傻的站着 嗨 你倒是快点走做任务呀 检测一下 哎 对了 差点把小鸡给忘记了 这下有点完蛋了 我这复活的技能刚刚用过 还要等一分钟 估计小橘的鸡腿已经腐败了 哎 我们还是去尝试一下吧 实在救不了就算了 哎 小黄你在干什么 导航室居然有两个鸡腿 好家伙 估计是刚刚把小粉倒在这里了 我们的CD还有30秒了 感觉也只能救一个小粉 哎 小橘 社长对不起你啊 要怪就怪小粉吧 他是房主 把复活调到了60秒 内鬼的刀刃时间估计也是20秒呀 我这护士就算拼上了老命 也救活全部啊 这正是吓得赶紧跑路了 哎 生怕又被小黄给刀了 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等啊 想办法把小黄给吸引走 否则灯会救小粉的话 又会被刀掉 嗯 小黄分蛋没走啊 又在这蹲到了一个小黑 啊 这 我也是无语了 这还让社长怎么救啊 小橘已经腐败了 这肯定救不了了 小粉的话估计还可以抢救一下 感觉他的生存的几率大一点 小粉赶紧跑啊 小黄刚刚刀掉了小黑 CD至少还有10秒 小黑这下也是救不了了 我们赶紧做任务呀 看能不能在小粉和小青被刀之前呢 做完任务 小粉尽量拖延一下时间呀 拖延30秒 然后小黄下着刀人CD20秒的话 中间我们就有了50秒 我们还可以救一次船员呀 感觉不太妙啊 小粉又被刀了 小青赶紧跑呀 我们先去做任务 一到时间立马就有一个船员 然后再去做任务 只要能保证小黄下着刀人后呢 他还是不能赢 小黄去追小青去了 加油呀小青 跑跑跑跑 不要停下来 哎 我就剩两个任务了 先连一下电线 然后呢我们回去复活下船员呀 快快快快 看样子最快只能复活小粉了 小黄追小青太紧了 啊快快快 揪一下小粉 然后赶紧去电梯室 做最后一个任务 啊你们快躲起来呀 我先去做任务了 小青去跟小粉了 这不和小黄一面相撞吗 哎 没关系 就算小黄等会刀掉一个人 他还要等20秒的CD 哎 我感觉时间对于我们应该是够的 估计要把小黄给气死了 我是感觉护士模式 比较考验大家的时间计算能力的 哎 需要不断的算内鬼还有多久会刀人 算自己还有多久才能救人 如果什么都不算的话 就会白白浪费时间 内鬼也会赢得很轻松